The Chinese Filipino Visitors Club Incorporated held relief operations in Bulacan Incorporation with the Filipino Achenoma Gay Bigan Foundation 菲华工商总会配合菲中爱心基金 共同派发救济品与五六干舍 台风卡丽纳虽然没有直接登陆菲律宾 但其所引进的西南气流对履送到北部地区 包括首都区各城市造成严重灾情 于五天内引发至少十二企图湿流和水患 造成至少38人葬命 并有60万人无家可归 其中三万五千人紧急前往避难所 菲华工商总会配合菲中爱心基金 于2024年8月7号上午 前往五六干省五六干市多个苗楼崖 派发救济品与当地台风灾民 当天一大早 副理事长杨良田率领董事朱绍华 朝务理事徐友福 刘武丹 理事朱恒杰 施纯为 西文秘书梅西卡及点亮未来学友会成员 塔西贝等人驱车前往五六干省五六干市 与非洲爱心基金成员单位之一的 菲律宾福建青年联合总商会 查务副会长胡明志会合 共同为培瑞兹苗龙牙及达利利苗龙牙 两地共约300户台风灾民派发救济品 受到了佩瑞兹苗龙牙主席维纳卢尔罗瓦 及达利利苗龙牙干事 达莫斯等人的热烈欢迎 并在当地苗龙牙成员的协助下 将救济品送到每户灾民手中 非洲爱心基金是由华社32个主要团体 所共同组成的 非华工商总会亦是成员单位之一 旨在促进非洲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此次卡丽纳台风灾情严重 该会多次配合非洲爱心基金到各地震灾 把华社的爱心送到灾民手中 受惠灾民均感受到来自华社的爱心 对非洲爱心基金的善行义举 表示肯定与赞扬 Chinaton News 非洲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